今天早上我做了个梦 目前我们在老家修房子 修房子的时候我弟弟修房子的人就吵架了 然后我想为了不影响继续修房子 我把我弟弟推到门外 在门外有可能我想把门关起来的时刻一看 门上面那个山的东西没有 再回去一看那个讨价的人 原来也是我家亲戚那个人 但是在很多年前她很荣耀自杀了 她的妈妈也是很荣耀自杀的 所以我看到这个长语以后 我想知道她这意味着什么 还能帮她做点什么 然后她有个意义 她的记说她小时候一堂高手 一堂高手以后 记说以后人就成了傻子了 然后她的头发就掉光了 我们小时候还有人要嘲笑她 说她是什么呢 我还记得 叫她 她问她住在哪里呢 别人说她 别人说她 她住在西毛公社 西毛啊 就毛啊 头发毛啊 西啊 很西少啊 西毛公社 叫 拉 拉地 大队 拉 拉子盘 我们那个可能叫拉地吧 就很少 西毛公社 拉地 大队 剩两根童子 只剩两根毛了 只剩两根头发了 剩两根童子 这样说她 她就苦笑一下 应该来说呢 她还是懂的这些 不是说一点也不懂 然后呢 她的弟弟啊 是当分器的 还有模有样 挺懂事的 然后呢 我的父母还给她那个 她那个人的弟弟 介绍对象 什么之类的啊 后来呢 当然呢 那个说 傻娇的呢 也没结婚 因为是傻瓜了嘛 但感觉也 也不是太傻 最后呢 后来听说一件事情 判断下来呢 她并不傻 为什么 后来是讨犯了 她说 她可能呢 是 这个讨犯呢 有些是故意的 为什么说故意的呢 就不公平了 两兄弟 父母把所有的财产 就给了那个小的兄弟 小的兄弟是当兵的 回来 有模有样的 她说说个个的 就小时候 一场高烧以后 就人傻掉了嘛 人傻掉了 然后也没结婚 搞得很不公平了 当然了 以前我们也不在乎这些 自从我搞得零排一刻 就知道啊 发烧 是外邻来了 外邻来一刻 一来一刻 就把她 外邻父亲 傻掉了 我想起来 我高中了 小学 同班同学 一个女生 也是一场高烧 后来就傻掉了 就傻掉了 反正就不说 作业来怎么知道 老师都可以原谅 因为她是个傻瓜 所以啊 我为什么陆陆途途 讲了那么多事情呢 因为 过去零排的时候 也不知道 这个重心在哪里 重点在哪里 所以啊 我有些背景裁掉以后呢 后面大家就看到这一幕 也可能就知道 什么事情有关 哎 哎 我看到 有人啊 打头啊 一人打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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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打几边了 打几边了 打他头啊 后来我看到一个乌龟啊 乌龟就 一个乌龟啊 在那头顶上 一个乌龟在他头顶上 一个乌龟 一个乌龟在那头顶上 一个乌龟在那个头顶上 然后那个乌龟脚啊 把它蹬得死了 哎 有东西打那个 打那个乌龟的脚啊 哎 乌龟顶在那个头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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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有东西打他脚 打他脚 打他脚全打到他头顶上 打他脚 打那乌龟脚的 吃谁啊 吃 是小蛇 蛇打那个 蛇打那个乌龟脚啊 打那个乌龟脚的 一拳全都打到那个人头顶上 真的把他打傻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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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那个蛇 打那个乌龟的时候 就打四个垫嘛 打四个垫嘛 打四个垫嘛 就四个垫嘛 四个垫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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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再看一下 看明白了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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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蛇 为什么打那个 打那个乌龟的脚啊 他看到那个 乌龟爬到他头顶上了 乌龟爬到他头顶上 像打他的脚一个 让他打着掉下来 从他 像从他头上就掉下来呀 哦 再看一看 就发生什么事啊 就看到这蛇呀 看到一条蛇啊 一条蛇 一条蛇 一条蛇不大 一条不大的蛇 守在那边呀 守一个乌龟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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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得三天三夜了 守得三天三夜了 你别看那个乌龟呀 不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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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龟也懂的 他看着他感觉到后面蛇啊 他在那边不吱不动 不吱不动 假装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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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谁啊 假装死了 但是那个 那个蛇啊 感觉乌龟被他骂 乌龟大 死了小 所以那个蛇也害怕 怕被乌龟咬了 所以对着那边三天三夜 对着那边三天三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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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这个乌龟捡走了 乌龟捡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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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小蛇啊 那个小蛇啊 守在那边啊 很久很久没东西吃了 很久很久没东西吃了 就明明一会就死掉了 就明明一会就饿死了 饿死了一下 饿死了一下 再连接那个小蛇啊 再找那个乌龟了 再找那个乌龟了 找那个乌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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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捡了乌龟拿回去 就把他吃了 把他吃了 把他吃了 乌龟的灵魂呢 就 守在他身上 他有药痛嘛 一直护着他 跟着他 跟着他这个地方 因为他应该有药痛 这个地方 有药痛 应该有药痛 后来 蛇的灵魂呢 找这个 也找这个人 因为蛇 蛇感觉把那个乌龟拿掉了嘛 蛇拿掉了嘛 一来找他了呀 对 蛇一看他来了 没有 他就往上爬 往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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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爬到他头顶上了 爬到他头顶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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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蛇啊 就打 就打那乌龟的脚啊 想把他打下来啊 但是蛇在那边 全都打在那个人的头上了 全都打在那个人头上 打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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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 小时候的妈妈也来了呀 小时候的兄弟姐妹也来了呀 就把那个人啊 头啊 转断为止 转절为止 一堂高 STEM 一堂高� handout 一堂高双醒来一个 头发掉了 让人傻了,让人一直不舒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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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不舒服 感觉有好多蛇盘在他头上,这是蛇的灵魂 盘在他头上呀,蛇的好多灵魂盘在他头上呀 他受不了了呀,他在灵界看着那么多蛇 在灵界看着那么多蛇,在灵界看着那么多蛇 对着他,没办法对着他们呀,就喝农药 喝农药,像农药一喝啊,农药一喝的话 就可以把那些蛇堵死的呀 所以也可以把蛇堵死的呀 所以他就喝了农药啊,喝了农药啊 他喝了农药,他要把那些盘在他头上的蛇堵死呀 想把那个蛇堵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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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他 在他妈妈 在他发告的时候的时候 他妈妈守在身边嘛 守在他身边嘛 守在他身边的时候 守在他身边的时候,他觉得很心痛的时候 那个大蛇就对着他妈妈说 你的小孩生病了 你心痛啊 但我的小孩 我的小孩啊 24个,你是心痛不心痛吗 哎呀,他妈妈头上 就盘了好多水啊 盘了好多水啊 所以他妈妈已经头痛了好几年了呀 头痛了好几年了呀 头痛了好几年了呀 他妈妈也是迷迷糊糊 也是迷迷糊糊 迷迷糊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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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有好多水呀 有好多水呀 有好多水呀 他妈妈想想去想去 怎么把蛇搞死呀 喝农药 喝农药以后 把蛇堵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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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妈七十一个 七十三十七年以后 好像是三十七年 他妈妈七十三十七年以后 他的儿子啊 也生不了了呀 也生不了了呀 也拿起了农药品子 喝了农药啊 也喝了农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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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 他们都临近一下 他们才感觉到 搞错了 搞错了 不应该喝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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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农药解决不到问题 喝农药解决不到问题 来找找我来 就要我通知大家不要喝农药 不要喝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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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农药 解农药 解农药 解决不到问题 那个谁还是 还是盘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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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盘着他的头啊 还是盘着他的头啊 哎呀 他是我家亲戚啊 他是我家亲戚 应该来说是很亲戚的亲戚 是谁呀 因为这个喝农药的 人的 妈妈 是我 应该是爷爷的 没有啊 应该是 可能是这么有关系 啊 还是有关系的 所以啊 所以我今天啊 替他们把那个 盘着头上的蛇啊 让他离开 因为在里面 还是盘着他嘛 哎 我叫他说 你赶紧 给那个蛇啊 向那个蛇唱个道歉 首先 向那个蛇唱个道歉 对不起 我不应该 抢着你的食物 对 那个蛇说 我不应该 抢着你的食物 我不应该抢着你的食物 我现在把你的食物还给你 就把那蛇 还给那蛇 哎 我 现在 把你的食物还给你 哎 还给那蛇 那个小蛇 小蛇啊 根本也 生动这个 不愧 也没进去了 你有个办法 你要把几个小蛇吃啊 把几个小蛇吃啊 这样就缓过进来 哎 赶紧我叫他 去挖几个抽眼 他挖了几个抽眼 给小蛇啊 一点点小蛇 一点点吃了一个 缓过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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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缓过进来一个 慢慢慢慢 那个小蛇啊 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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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看着长大了 看着看着长大了 长大了 那个小蛇啊 一下子 就大蛇了嘛 一下子把这个乌柜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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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蛇满足了自己 愿望一个 就离开了呀 那个蛇就离开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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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复倒它了呀 哎 现在 现在 现在你就唱乌柜掏 哎对不起 我不应该抓你 不应该抓你 我不应该抓你 也不应该这么 猜忍的 现在 每个人都说 都是我的错 哎 都是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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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把那个盔甲 就是乌柜的外壳 盔甲是要还给你 我现在把盔甲还给你 现在 我把盔甲还给你 哎 对不起 我和我妈妈不应该吃你 我和我妈妈不应该吃你 哎 我和我妈妈不应该吃你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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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对不起 哎 你说对不起 那个蛇 那个乌柜啊 就挂回退了 然后说对不起 我不应该把你 喂了蛇 对不起 我不应该把你喂了蛇 啊 那乌柜很痛 他说这个没关系 不是你拿着的话 我也是被蛇吃掉 不是你拿着的话 我也是被蛇吃掉 只是你把我放在 只是你把我放在 只是你把我放在那个锅里边 把我烫了 我不满意啊 哦 难怪这个人给我来发高烧吧 那乌柜来报复他的时候 也给他来个虎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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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锅里边烫啊 所以他的发高烧啊 发高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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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对不起 对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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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难怪啊 他那个人头上烈来巴巴的 就是被那个 就是被那个 水烫的呀 热水烫的呀 热烫的呀 烫的呀 而且烫的那个 不单热水还烫在锅边上 烫的呀 所以啊 那个烏龟来报复的时 烏龟来报复的时 烏龟啊 烏龟啊 来报复的时 烏龟啊 烏龟啊 所以他发高烧啊 发高烧啊 醒来以后就 傻娇了呀 醒来以后就傻娇了呀 傻娇了呀 哦 傻娇了呀 哦 傻娇了呀 后来 这个 哎 想他到前一个 两句叫了一个 烏龟啊 慢慢慢慢走了 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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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离开了 离开了 哎 这个时刻我看到他妈妈了呀 看到他妈妈了呀 哎 他妈妈身上的那个农药被 慢慢慢慢从身上 笑着地啊 我看到他妈妈躺在那边 就去世的时刻 身上好 浓的农药被 身上好多的农药被 现在啊 身上农药被 慢慢去世 去掉了呀 他妈妈 妈妈身上的那农药被 也慢慢慢慢慢慢лам 慢慢消失掉了 他身上农药被 也慢慢慢慢消失掉了 他身上农药被 也慢慢慢慢消失掉了 他身上农药被 也慢慢慢慢消失掉了 然后 然后 他說了一个句话 我神价是不成 我懂的 我懂的 只是经常头痛啊 他说我经常头痛啊 经常头痛啊 头痛干不了活啊 所以人家嘲笑他 说他是个傻子啊 人家不傻 我刚才描述他的时刻 有一句话没讲到 补充 从这个里面没关系的 之前我也描述这个人的时刻有个特点了 后来听说他一直要饭起了 要饭是故意的 这为了那时候向他父母抗议 就是说不公平 你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了弟弟了 而且给弟弟结婚了 你什么也没给我 所以呢 他就出去要饭起来故意 就挨家挨户去要饭 但是呢 没到我家来要饭 为什么 我们家是亲戚关系嘛 但也不好意思跑到我们家来要饭嘛 这是人家说的 人家告诉我父母说他出来要饭什么之类的 说明他还是懂事的 如果真的是个傻瓜的话 就挨家挨户肯定到我家来要饭了 他没到我家来 因为这件事情我父母也说起过 说大人出去要饭 但是呢 没到我家来 但是是隐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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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他 家里对他不公平 就是因为他傻娇了嘛 就没给他找对象 实际上 实际上应该 给他找对象的话 还是能够胜任 当家的 他只是 经常头痛 人并不少 只是说后来 说话有点口齿不轻 有点口齿不轻 老里还是行的 只是有时候会头痛 但是他作为他的父母呢 不理解这一条 只是 感觉你是个傻瓜 那你是个傻瓜 我干点何时应该的 有时刻就不照顾他的感情 强不他劳动了 强不他劳动了 农村里边 强不他劳动了 哎呀 这个很悲惨 这个人真的是够了一个悲惨的一生 够了悲惨的一生 好 今天呢 呃 我帮他 救他 向那个蛇和物贵唱个照圈一首 蛇的灵魂呢 和物贵的灵魂从他身上离开了呀 从他身上离开了呀 这样 他就 在灵界不会再遭受那些痛苦了呀 而且 那蛇的灵魂和物贵的灵魂也从他妈妈身上离开了呀 这样他妈妈再也不需要那些农药的呀 身上的农药 从他身上 农药味呀 就消失去了呀 原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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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农药也是有原因的 不然那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下着呢 就行把那个 喝农药自杀呀 哎呀 要不是 这些 领牌的吧 真的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对不起啊 我也向你说起对不起 那时候我姐对你说啊 你是那个 虚毛公社 垃圾大队 深量跟同志啊 哎 这样是对你很不尊重的对不起啊 我们应该趁你是叔叔呢 哎 这样对待你啊 哎 是很不公平对不起啊 我提武 我们亲家向你道歉啊 对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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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些人的时候啊 他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嘛 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嘛 然后就回复到 慢慢慢慢回复到 他小时候啊 没有剪到这个物贵的时候的 正常的那个样子啊 那时啊 同学人家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自从他剪了这个物贵一下 吃了这个物贵以后 煮了这个物贵以后 他家的运营就真的改变了 也可以说这家就败落了 就这样就败落了 就这样就败落了 好 我们看到这一幕啊 应该大大喜喜交信 他脸上又露出了灿烂的笑声 他向我据了一共接那个条 他说我走了啊 现在我真正上路了 他说我已经喝了农药这么多几年了 这么多年了 一直被那个物贵和蛇缠住啊 一直没上得了路啊 现在我真正上路了 走了 走了 再见了 我一声轻松走了 这个时候我看到他 光着脚啊 穿着脚短裤啊 光着脚 穿着个短裤 上次没穿衣服 就穿着脚短裤 光着脚啊 走了 他说我现在很健康 没有我 他说真的我的体质 要比我的弟弟还好 我的体质 比我弟弟还好 只是说我 很不小心被那个 被那物贵和蛇缠上了 对不起 对不起他们 对不起也害了我自己 算一个他就走了呀 巴一下子就走了 走了 好 再见了 原来是这一幕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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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